哈囉 各位歡迎來聽課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Python的print指令 那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print指令 它有什麼用 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能讓你看到 它能讓你看到 城市到底在跑什麼 然後第二個 看到能做什麼 可以debug debug就是 如果城市出現問題的話 就可以找到錯誤這樣子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講一下print指令的用法 那我們現在會 衝 我們會衝 比較淺的地方 然後慢慢深入 OK 所以我們先打出print OK 那 在Python裡面 如果它是個動作的話 我們要在後面加上 小括號 就告訴Python說 這個東西是個動作 print印出這個是個動作 那print這個括號裡面 就可以加你要的參數 你要印什麼東西 如果你要印字的話 你就用一個引號 那雙引號或單引號都可以 那我這邊我自己習慣用雙引號 那看各位習慣用什麼 那裡面就可以打 你要的字 OK 那接下來呢你說 可是這樣子 我覺得不滿足 我要打兩個字串 OK沒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加 然後後面再放一個字串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 這樣子 這樣也是兩個 兩個字串 OK 所以我們 先用加這個方法 印出來 這個空格其實沒有差 因為 就是看起來比較好看而已 那我們先跑一次 OK 所以我們這樣看起來 它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這邊用痘號 我們這邊用痘號的話 那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它中間就會多一個這個東西 多一個空格 OK 它其實跟這個空格沒有關係 就是它本身自己就會加這個空格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一下 print 到後面 我們會用一個東西叫變數 來儲存 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的一些資料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一種 字串 叫做f字串 OK f字串怎麼用呢 就是 先打一個f 然後一樣引號 那這邊引號 雙引號單引號都可以 然後記得 就是一定要成對 OK 然後引號裡面 你就可以先打 說任何的文字 然後接下來呢 當你想要 當你想要變數的時候 比如說 我這邊有一個變數叫做a等於1 好這邊我之後會再講 就是 我先把a指定為1 ok a指定為1 然後接下來我要在中間 再插入一個 值 再插入一個變數 那這時候我就用大括號 ok 大括號 裡面要放什麼 就放 我的變數 所以變數放進來 a 然後後面一樣 你可以夾任何東西 或者是 不夾也可以 那 比如說這樣子 我們執行一次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前面是我們的 這個字串嘛 然後後面是我們 a的值 就是現在是1 然後後面是 就是最後的這些字串 那前面不加也可以 然後 什麼都不加 也可以 只 加在前面 也可以 就是 只要有這個東西 都可以 那 接下來 F之傳還有另外的寫法 就是 一樣 你先 把它 弄一個引號起來 然後 打一些 東西 接下來呢 你就放一個大括號 然後裡面放你的 那個 裡面放你的變數 啊 這個名字 就自己取 你取個b也沒有關係 然後呢 後面 我們就要放 點 format 然後點format 裡面 我們就要指定 先打這個 你原本 給它的名字 所以叫做b 然後 會等於a 這樣子 ok 那我們執行一次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 是我們前面的字 後面 就是 我們的a 那這邊 這個名字 隨便你 但是 這個一定要跟 前面這個一樣 然後 後面這個就是你要 把它替換進來的東西 那 接下來 我們來講一下 你說 print 诶 print是不是每次都會換行 這樣真的很煩 那 很煩 要怎麼辦 我們就要解決它嘛 所以 一樣 我們先 把我們 我們先打一串字 abc 然後接下來 我們在下面那一行 我們 接下來 要印df 那 這樣子的話 要怎麼辦 你看喔 如果我現在執行的話 它一定是 換行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在這邊 後面 先一個逗號 然後呢 我們 加一個end end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結尾 結尾我要用哪一個字 那 其實 python它預定是這個嘛 返邪恩 就是換行的意思 這個 這個在程式裡面 就是換行的意思 那 我們不想要換行啊 所以我們就 然後 給它 一個空的 或者是給它一個空格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來執行一次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abc 然後 接下來 一個空格嘛 空格 然後接下來df 就像這樣子 那 還有另外一個 東西就是 sep sep sep的用法就是 當你有兩個字串的時候 你要在中間 中間 我要加 比如說 我要在中間加一個東西 來告訴你 那個使用者 現在是兩個這個 字串 那 內定 它是不會加任何東西 所以 它不加任何東西 它就變abcdf 連在一起 根本沒有辦法看 所以呢 你後面就可以加一個sep 那sep裡面 你可以打任何東西啊 比如說 心 然後你執行一次 欸 它就變成 abc 然後就一個心 就是你這邊打的 然後再df ok 所以這是sep的用法 那print指令 我們來看喔 我們還有什麼 可以玩呢 這邊也可以印變數 就是一樣 1在這邊 就直接這樣把它印出來 那 這邊sep我們已經玩過了嘛 然後 然後 and我們也玩過了 那後面這邊 就 比較不常用 所以 就先不講 我們第一行課 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